好 董老师 我刚刚播给观众朋友看的是 印度最大的网络媒体追踪报导的 中国军事化的相关的军事教育片的 洗脑的一连串的播放 那这里头我的观察 整个印太架构当中 现在日本跟印度 是对于中国的军事活动 追踪的最细的 然后台湾事实上是低线的威胁 而中国内部央视 仍然是洗脑的大本领 那八一建军节之后 欣平尽管清洗了多个中国的军头 可是对内的宣传活动跟行动 事实上是完全没有停 是的 其实这一次应该是说 中共解放军吧 或是说习近平 他也只能拿出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在强调什么 去访问基层的兵 基层的 最前线的 然后呢 要那些兵去讲 我愿意牺牲 对不对 我愿意上战场 我愿意竹梦 重点是那你们的长官呢 你们的领导跑哪里去了 这才是重点嘛 所以呢 其实最近 有很多这种评论 或是说军事专家认为说 因为习近平对这个中共火箭军的 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清洗 他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攻台能力 那个石板明夫 其实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在全世界的这个军事史上面 从来没有看过 一支军队 他的这个指挥的阶层 全部被撤换 那这样子的话 至少两三年内 这支军队 他是不会有战斗力的 我的看法比他乐观 我觉得呢 以这个中共军队目前的状况 至少可以保我们台湾安全 至少保五年以上 为什么呢 因为出事情的 出大事的 不只是火箭军 应该这样看 就是说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 习近平现在在军队用人上面 他唯一就只强调忠诚 可信度 那个专业跟能力已经不重要了 即便是这样子 其实呢 这个中共的军队的这个忠诚 跟可信度 也不保 我最近回头来看 就是过去十年 这个系统性的看 长期性的看 这个中共的军队的这个换人 我发现一个大问题 就是说过去十年 这个每次习近平在换这个 换这个军头 在这个提拔这个上将的时候呢 几乎全世界的军事专家的评论 都是这么说的 都说 这证明了习近平 紧握住枪杆子 牢牢地掌握这个军队嘛 对不对 每次都是这样评论 可是我回头看 远的就不说了 我们就说2016年的1月开始 2016年的1月 这个习近平成立了 这个战略资源部队跟火箭军的 这个成军典礼 授旗典礼 对不对 浩浩荡荡的 这个成立了 这两个新的军种 在那个典礼上面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七个委员全部到齐 那七个人我念一遍 常万全 防风辉 张扬 赵克什 张又霞 吴胜利 马小天 2016年的事情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 这五个人里面 防风辉是真正的被抓了 张扬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史上 这个建立政权以后 第一个现任的自杀的上将 再过来另外三个 常万全 赵克什 吴胜利 都被抓了 都被查 但没有说他被抓 可是后面都被查 遗留下来 到今天还看得到了 只剩一个人 那个叫张又霞 到今天还看得到他 好 这只是起步哦 2017年 十九大的前夕 有三个中将消失了 什么叫消失 没有到退休年龄 突然就不见了 2019年十九届 四中全会 两个中将 消失了 2022年2月 中共十九届 六中全会 哇 这次多了 三个上将 两个中将 消失了 再过来现在的事情 西部战区的空军司令换人 西部战区的参谋长换人 我刚才随便点 这什么意思 好 第一件事情 我实在不太愿意 去得罪全世界的中共军事观察专家了 可是你们过去十年讲的都错 每次习近平换人 对不对 拔身上将 就说习近平 这个统一的 一统的军队 完全的掌握的军权 可是不对啊 过去十年来 每次 这个规律 这个失踪的将领 越来越多 然后呢 失踪的日期越来越短 所以呢 专业也不专业 忠诚也不忠诚 然后你告诉我说 习近平一统军队 牢牢掌握解放军 我现在就等着看 未来还会谁在失踪 好我们稍后回来